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豆蔻 这一题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这个敦煌发型 有一点当古代的双环望仙剂 我不这么觉得 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好听 那我这个就叫双环望仙剂吧 怎么样 其实这个发型当时我想的时候 后面不是这么光涂涂的 而是有披肩虫砸的那种 但是由于魔鬼城的风真的太魔鬼了 头发一截上去捂我一脸啊 充满魔力的讲话 所以当时只能拿掉了 今天就给大家安排后面有长踢饭的版本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前面的物色我们快速略过 钾 专块开场 战药填妆 钾 铜盒 钾 铜盒 钾 接下来呢 酸水两份 打辫子 钾 钾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底块基本上打好了 接下来呢 钾 我们掏出两块 肠 诶 这个小肠 就是一对新鲜的甲发包 我们打开就是这样 卷成一个圈 前线宝宝 用这种U型甲 两头就这样 舌皮走位一下 给它串粘在一起 因为它里面是泡沫 还是比较好 穿在一起的 这样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串 另一个也一样 给它弯上圈 尽量两个的形状要差不多 切磋公交切 从包里掏出一个环 给它舌皮走位一番 地 插成这样 不动不要做入宠 走路于震宝 要这两个线之后呢 给它放在这个适当的位置 可以压扁一点 就不会太夸张 用一自己来给它夹在你的头顶就行了 这边也一样 固定 压 这样之后呢 看起来超奇怪 我好像早上给鸡飞了一样 戴一个竹蜻蜓 然后用这个辫子 就把它的底座缠绕一下 从这个孔里穿过去 再从这边拉过来 在中间就用U型夹固定 绕这个辫子呢 其实就是让它的底座更美观一点 衔接处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继续往后边绕 后面这样绕过来 然后把它的发尾 转一下摸起来 藏在某处 接着就弄好了一边 然后这边呢 你就从这里最前面 绕过去挡一下 同样发尾固定在后边 这样一个缠绕底座的步骤 就完成了 就是前面你看起来很完整 美得像天仙 但是后面 实际是有点乱七八糟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要在后面加上一个 假发片了 把直发片一加 它后面多乱糟的东西 都可以给你挡住 我真是个小资历 我们把这个一发遮白丑 的假发片装在这 其实不装也可以 不装也挺好看的 我只想完成一下 我未完成的夙愿 接着一个有长发飘飘的 敦煌发型就完成了 我们再加上发饰 可以用这种发片夹 它就是自己瞎掰 你给它随便掰成什么形状都可以 然后就给它 窝进去一点 然后就装在你等 飞天肠上 就让人感觉更加的富贵 更加的飞天 这样给它弯一下 弯的太用力了 不要太过暴力 卡上去 哎呦 还挺对称 就是你想多放几个 也是可以的 我没有金色的了 我就剩下一些银色的了 我还想要金色的 再在这再卡一个 会比较好看 anyway 没关系 就是这么随性 本来想复原一下 把我土里的蝴蝶结 插上去的 但是我发现我成不到了 魔鬼城真的很魔鬼 它是吃了你的发饰 你永远不知道 建这个发饰的这一面 是不是建它的最后一面了 没有关系 我们随便插上一些其他的金色系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一点都不光 是吧 但那个蝴蝶真的挺好看 虽然好像是我在意什么新娘用手 连买的 我头发可真太多了 都插进去 流血往前放一样 强行让它蝴蝶 终于再来一朵 金坦坦 加油 这样这个发饰的完成 你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关注我并转发这条微博 就可以获得我的 三皇美照 哎呀 没有没有 我知道你们比较想要 发饰和杂法布 所以送着一对场 可是这个小发饰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小刀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我们点个赞 或是关注的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怎么越来越突了 真是太不对劲了